16岁与张国荣相恋,17岁未婚生死,如今53岁成这副模样。 暴露年龄的时刻到了,各位小伙伴是否看过古天乐版《神雕侠侣》呢?当年这部剧可是经典中经典。 当年看剧时候你有没有被剧中的李莫愁吓到啦?李莫愁杀气,简直太令人讨厌啦。 话说这位李莫愁饰演者就是今天小编我要说的主人公——雪梨。 雪梨原名言惠明,她是香港著名影星米雪的妹妹,雪梨从小就喜欢表演,想助长大以后成为大明星。 雪梨小姐姐米雪9岁,雪梨14岁时候米雪进入演艺圈多年啦,或许看到娱乐圈的复杂,米雪并不同意雪梨进入娱乐圈,后来看到雪梨心意一绝,就可以见她进入演艺圈。 1982年,雪梨明洋鬼这部戏认识了改变她一生的徐沙强,两人相识相恋,即使两人相差15岁,他们毅然地在一起。 17岁的雪梨当时识人不明,一直都不知道徐少强已经结婚生死,相恋一年后雪梨生下了儿子,当时未婚生子引起了大家的舆论讨伐,当年雪梨因为死事和嫁入闹翻啦。 最令雪梨伤心的是两人已经约定结婚领证,却没有想到签字当天徐少强玩具她,理由竟然是忘带离婚证明,可见徐少强没有真心实意想结婚,雪梨这时才看清这段恋情,于是带助孩子远走出国,决定离开这伤心之地。 90年代后雪梨再复出拍戏,才有经典的李莫愁。 事情过去了多年,雪梨的孩子都已经35岁啦,雪梨不再年轻。 前段时间,雪梨尽照曝光,或许经历多年感情的摧残,雪梨看起来挺老的,皮肤松弛,整个人非常瘦。 幸好儿女一直陪伴在身边,儿女很笑着她,虽然没有拥有了爱情,却拥有一对疼她爱她的儿女,这也挺不错。 参考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